就在春节期间的时候 新市场又面临了另外一波 自去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的攻击 文青世界世界中报跟文青世界财经中报 过去在几年下来 率先地为大家报道 很多重大的经济衰退的危机 我们在2008年9月15号 Lemon Brothers倒闭的前三个月之前 就告诉各位 在文青世界财经中报 就是可能会有一家百年的投资银行倒闭 它的名字就叫Lemon Brothers 果然呢 在6月份我们报道了这个消息 2008年9月15号 Lemon Brothers倒闭 人类正式迎来了70年 没有见过的经济危机 然后接着在2009年的欧债危机 文率先地报道 并且制作成专题 也某个程度让我们的很多观众 跟台湾的人逐渐地熟悉 欧债危机这四个字 而进入到2013年年底 欧债危机的问题越来越削弱 而美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复苏 但是就在那个时刻 新平市场面临了一波的攻击 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预期 第一个是美国开始要收起它的货币 因此很多钱 很多热钱 QE的热钱就回到了美国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 在三中全会以后 许多人知道 它要进行很大体质性的改变 中国的经济将会逐步的放缓 中国经济的放缓 对全球的新市场 是很大的一个消息 新市场在春节时间 因为这两大因素 那么有几个国家面临的攻击特别的严重 这些国家呢 包括了政治很不稳定的土耳其 也包括了阿根廷 通货膨胀很严重的阿根廷 那么我们待会为大家报道 而这个时间点呢 正是伯南克下台 换手叶伦的时刻 叶伦要面临的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失业率 到底是不是符合它的预期 美国刚刚在周五的时候 公布失业率是6.6% 离原来联储会设下6.5% 只差0.1% 但就业数据呢 让许多人认为 第一个 它的整个失业率呢 下滑的前一阵子有点太快 目前又缓下来 原因在哪里 许多人在做研究 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刺激方案 像修马路的计划呢 在街上 几乎美国各大城市 大家在小巷都可以看到在修马路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就业数字 一旦美国的这个国家刺激方案收回来 这些就业数字 还是不是存在着问题 所以他要了解 整个失业率大幅的下降 这个情况呢 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 一个经济复苏 还是一个政府刺激之下的 一个经济复苏 第二个 美国的经济今年预估是 2.5%到3%所谓的成长 但如果它面临的大环境是 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放缓 第三大经济体呢 我们昨天特别讨论了日本 现在的经济呢 安排经济学并不奏效 三大经济体里头 只有美国还可以 两个都不行 而欧洲本身呢 只能够说走出衰退 根本还谈不上复苏 在这个情况下 新型市场面临很大的危机 这么多的风暴里头 美国个别的经济体 它有办法维持 自己单独的强劲复苏吗 那还是所有这些因素 这些全球的经济漩涡 又回过头来 攻击美国的经济 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放缓 这成了联准会 需要考量的情况 简单来说呢 我们可能告诉大家 2014对美国是一个 经济好年 对全球的新型市场来讲 它是灾难的开始之年 2月3号这天 美国联准会百年历史中 首位女主席叶伦宣誓就职 公开的照片可看到 67岁的她 脸上堆满温暖的招牌笑容 不过这天迎接她的 却是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 延续1月下挫的颓势 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大跌326点 累计今年以来跌幅超过7% 股灾蔓延 其余重灾区包括日股 日经指数隔天重挫611点 创7个月来最大跌幅 美国经济复苏出现了杂音 加上中国成长放缓 是触发这波疲弱走势的导火线 但跟棘手的还在后头 市场为这五国取了个新名词 脆弱五国 凸显他们贸易逆差高到令人忧心 曾经飞速的经济成长 如今已然放缓 但过度仰赖外资的尴尬处境未变 对这些新兴国家来说 支撑市场和经济的活水源头 也就是外来的热钱 开始随着联准会量化宽松的退场 而大幅撤退 热钱来得快去得更快 随着热钱大举撤离 新兴市场的货币跌得鼻青连重 也就此开启了恶性循环 因为货币贬值 会使进口物价更昂贵 通膨也越加失控 这些国家的央行总裁 恐怕业业难以成眠 部分投资人视为脆弱五国中最最脆弱的土耳其 该国货币里拉的汇率 日前跌至历史低点 其央行半夜召开紧急会议 一口气将基准利率调高了5.5个百分点 从4.5%上调至10% 央行下猛药一度使土耳其里拉直贬回升 但联准会1月30号的利率会议后 宣布将每月买债额度 再缩减100亿美元后 里拉重拾跌势 南非币也跌至五年低位 该国央行同样透过升息 进行汇率保卫战 不过未见成效 巴西印尼和印度 也分别采取了升息的紧缩货币政策 但矛盾的是 脆弱五国的央行 调升利率以对抗通膨 然而借贷利率走高 却将阻碍这些国家 一经放缓的经济成长 脆弱五国的货币 蒙受沉重卖压另一个原因 则是受到阿根廷政府 放手让Pso重点牵连 自行歧视的阿根廷 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 阿根廷货币批索狂便已有一段时日 通膨因而飙升 消费者物价在短短四个礼拜内 就扬升约4% 估计年通膨率高达近30% 即使是身经百战 经历过多场金融危机的阿根廷人 也大感事不消 生鲜食品价格不停变动 民众根本搞不清 究竟什么才是合理价格 过去十年来 阿根廷在现任总统费南德斯 和他丈夫也就是前任总统的带领下 透过印钞票来支撑政府高涨的支出 借此维持阿根廷超过7%的经济成长率 但这个方法逐渐失灵 随着阿根廷的黄豆等农作物出口减少 加上阿根廷实施汇率管制 以及央行大手笔干预汇市 已拉台批索汇率 阿根廷外汇存底 2013年锐减了30% 为了阻止外汇存底流失并提振经济 阿根廷央行日前宣布 将批索贬值12.7% 幅度是2002年该国金融危机以来最大 但专家指出 阿根廷当局政策反反复复 又缺乏更全面的政策改革 像是限制政府开支和调高利率 批索可能会进一步贬值 演变成更深重的危机 全球市场早已是牵一法而动全身 最新这波从新兴市场开启的动荡 估计使全球股市蒸发了近三兆美元 如何继续落实QE退场 又不致引发市场剧烈动荡 正是美国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叶伦 面对的一大难题 虽然前任主席伯南克 寄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基底措施 成功避免美国重演大萧条的惨况 却衍生出新兴市场 如今热钱大退潮的后遗症 印度央行总裁拉战 近日便不客气地批评 先进国家货币政策自私 这绝非叶伦面对的唯一头痛问题 7号公布最新的美国一月就业报告 近新增11.3万个就业人口 远低于市场预估的18.9万 虽然失业率降至6.6%的五年多来新低 但美国就业复苏已经连两个月减速 可能引发要求联准会 重新评估QE退场策略的呼声 有限连统上连统 在Depering期间的结果 排在3月中的故事 在此业务通过去 的只是业务 独立 所以我们现在连接到 Yellen的侠肥遥律 的声音宫 明星期间前期宫 前期之后 对RM 为了他有些有提高的 叶伦的人事案通过后 唯一一次公开发言 便是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当时他信心满满的预期 今年美国经济将加速复苏 也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如今美国经济面出现了些许杂音 叶伦态度是否会出现转变 全球都瞪大眼睛竖起耳朵 等着叶伦11号至国会发表证词 聆听这名联准会新舵手的最新见解